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立法会的新闻 经常有 骂商包的说法 商包是哪个包呢 到底是这个包呢 还是这个包呢 我们先看看 这个包是什么意思 肉字边就是包 这个本来的解法 是怀胎的时候 那个胎的衣 那层衣就是包住那个BB的 那层衣就叫做包 所以有包胎这种东西 所以我们那些妈仔或者妈女 有时候就叫做双包胎 所以双包胎就是这样的意思 闹双包就不是 闹双包通常有个意思 但是呢 是指本来应该只有一个 双包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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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说法呢 是其实由京剧那里来的 京剧呢 有一个剧目 就叫做双包胎 双包胎故事说什么呢 是说我们大家熟悉的 北宋的这个包请 包胎 这个包胎 这个包胎大家都知道 它是审案公正而明 那些什么奸官 那些贼 那这个包胎呢 有一次呢 就出去放粮 什么叫放粮呢 就是它去整治那些贪官 那然后呢 就开了一个粮仓 送一些米出来 就震制那些积物 那为之开仓放粮 那有一次呢 出去放粮 就回去京城 回去开工府 那路上呢 就遇到有一只 黑鼠精 黑鼠精呢 就很变形的 它可以呢 变什么似什么的 那它很变不变呢 就变成包公那样 那呢 真假包公呢 就在公堂上面出现 那它挑战这个新包公 一模一样样 那黑鼠精的黑黑地 那那个 那个肤色和包公差不多 那好像分不开 那搞到大家都不知道 哪个真哪个假 那呢 就叫做鲁箱包 那所以呢 鲁箱包呢 就是这里来的 这个箱包 这个包呢 其实是包公的包 就不是双包胎的那个包 那我留意呢 那一段时间在 在说中 吵双包的时候呢 有一位议员 还多次说 哎呀 现在我们搞双包胎 那 那 那 错了 那所以大家记住了 如果 就是 生孩子啊 想省下一些 一次生两个呢 那 双包胎是好东西来的 但是呢 如果 骂双包 就是这个包 就是一真一假的 那样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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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那 那 那 我 那 那